媒体打交道,面对这些情商很高的人,说话就成了一门学问,如何能够很好的回答记者问题又不跑题,不掉进这帮鸡贼媒体人挖好的坑,又能全身而退,真的是太难了,正是因为回答问题的技术含量有点高,所以以至于有些人出道数十年都没能学会如何和记者进行有效的沟通。 老明星亦是如此,更何况是初出茅庐,才几年的TFBOYS中的一阳掀起了。 前几天掀起过生日,要知道现在的三小只每每过生日,都会成为娱乐圈最轰动的大事件,对于这样的头条新闻事件自然不能宣少媒体人的宣传和报道,于是小伙子们受访成了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 而这回单独受访的易烊千玺就有些尴尬了。 以往三小只合体时都是互补完成受访任务,话很逆的王源同学,还有队长王振凯都是先锋,是应付媒体人采访的主力,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所以现场基本不会冷场, 而易烊千玺也乐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听队友说,可这回只有天生话不多的易烊千玺一个人受访,那场面的温度,大概可以和入冬后的北京温度有一拼。 一方面可能是真的不善言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深知或从口出的可怕,所以整场群访中易烊千玺同学能少说就少说,能不说干脆就思考后就沉默了。 小编本以为千玺同学只是话少,而这回小编也才见识到千玺同学,不只是话少这么简单,更可怕的是他的话本就少得可怜,而面对每个回答,还总要打太极,咱们看看群访记者的记录,你就知道面对这个孩子,这帮媒体人和记者有多无奈有多无助了。 希望做什么样的,一样千玺,按照自己想做的方向做,具体方向是什么,不要变成我不喜欢的样子,不喜欢的是什么样子,就是坏的样子,哪些事情你觉得是坏的,最起码做好我自己的本分。 全程不到一百个字的回答,话少得可怜,而更可怜的则是让人无语的答案,即便记者缓缓身挖,想从一扬千玺的嘴里,拿到点有用的回答,但是到了千玺这都被巧妙的无用回答给解决了。 娱乐圈的记者们,恐怕好久没有,遇到这样有性格的明星了吧,上一个让人印象深刻,其次如今的,应该是天王周杰伦,不过如今人家已经成功转型新歌声小工举了,看来话不多早已不再是困扰他的问题了,再上一个话少的,恐怕就是媒体都掌控不了的歌谈天后王妃了吧。 如果说周杰伦的回答类人,王妃的回答呛人,那易阳千玺的回答就应该算是感人了,不用暴力语言,但是却伤人于无形,厉害了。 其实除了小心谨慎怕说错话,不会回答记者的提问,该用什么方式,回答,才是易阳千玺,这样偶像新人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不过这显然不可能像学校考试一样有标准答案,而只望着先席同学在受访时有所长进,只能让现实去锻炼他了,虽然这段时间内,记者面对他会很痛苦。 不过小编很好奇一点,像娱乐宣这种西字如今的人真的不多,但是言辞吝啜,却丝毫会不影响他们成为一线大腕。 难道西字如今,真的是一众大咖走向巅峰的共同点,易阳千玺真的会成为像?